欢迎收看第423期武器大讲堂 在越战期间 美军的KC-135加油机 显得越来越不重新了 于是美军开始寻求一种更加强大的加油机 用来支撑远离美国本土的海外军事活动 在这个背景之下 麦克唐纳奥格拉斯的DC-10飞机获得了认可 进行改装之后被命名为KC-10补充者加油机 原来的DC-10机体是作为客机来研发的 后来为了能够在短距离跑道中起架 在机尾多增加了一具发动机 变成了三发的飞机 也是因为DC-10能在较转的跑道上面起架 最终才会坚放采纳 KC-10加油机长度为55.35米 翼展为50.41米 高度为17.7米 可以说是一座宽体的飞机 主机亦采用了低血密式单一的设计 唯一因为增加了一具发动机 带有两段垛的垂直稳定器 就被直接安装在尾部发动机的顶端 水平尾翼则采用了常规的布局 带有四段垛的水平稳定器 通过传统的方式 连接到后机身的水平尾翼上面 机身尾半硬核式金属构造 起落架的结构比较独特 为了能够制装出未来 携带大量燃油起降的机身 起落架设计了四具起落架 在鼻轮上设计了一个双轮式的结构 左右两个机翼上的起落架 则采用了前后两组 一共四轮式结构设计 而在机辅的中间部位 还增加了一具双轮式起落架 这些起落架在起飞之后 可以收回机身内 机身中部的起落架 是后来增加的 也可以收回到中间线上的起落架 收入仓内 在油能力上面 除了原来机翼上携带的三具 机翼主油箱之外 还把机身原来的下半部货舱 改成了可以安装一体化油箱的 大型储油舱 这个储油舱 能安装七具一体化的油箱 为了防止里面的油箱 互相碰撞造成自然的危险 特有在油箱之间 趁有吸收中心能量的材料 又以提升安全性 这些油箱一起 能够提供161.50吨的航空燃油 其中机翼的油箱 能够提供102.21吨 机辅的油箱 能够提供53.29吨 KC10加油机 及其加油的实力 几乎是KC135型加油机的 两倍以上 是目前世界上 载油量最大的加油机 并且 除了给其他飞机加油之外 本身也能够在空中 接受加油 这样的取物实力 绝对能够喂饱 大部分的限运飞机 但是美军的限运飞机 总力有很多 海军陆军的飞机 其空中加油系统 有很多是不尽相同的 那么 KC10如果能够实现 给不同所有机构的飞机 进加油呢 KC10加油机 及空中加油系统 分为两种 一种方式 微扣机身下方中线土 麦导公司设计的 飞横式加油杆 这种加油杆的原理 和操作方法 我们之前在做过 KC135加油机的时候 已经做个详细的介绍了 感谢各位朋友 可以查看我们第427的 KC135加油机的内容 除了加油杆之外 带机身的右侧 还安装有 扶毛式转管 所以 无论是采用 可伸缩软管收入插头的 软管扶毛式加油飞机 还是应许空中加油系统的飞机 只要你能来 我都能加 因为KC10加油机 可以在飞行的时候 在这两种不同的加油装置中 自由切换 另外 还配备有 自动复合降低系统 以及独立脱离系统 这些配置 不但能有效的 提升加油材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还能够增加加油效率 在加油操作的时候 KC10型加油机 在机围有一个加油操作舱 里面配置有手动加油控制装置 大型的观测机装 前往光度装置等等 里面的加油操作员 可以实时观察 所有机的情况进行加油 当然 这个操作舱 这种硬实加油机飞机操作的 而软管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 甚至有一些 KC10型加油机 还在机翼上面 加装软管 这样就可以同时 给更多的飞机进行加油了 无论是F22 原应面速机 还是比较引擎空炸机 都可以同时进行 空中加油 能大大的增加空中加油效率 KC10加油机的加油系统中 飞孔式的最大输入速度为 每分钟是180升 浮毛式的加油速度为 每分钟1786升 可以说是完全满足了 限于飞机的加油任务了 动力上面 KC10加油机 采用三台发动机 机翼下分别安装一具 通用电器的 GE-CF6 6D温轮浮车发动机 还有一具 安装在机身后顶部的 发动机舱内 单个发动机能输出 177.927度的推力 KC10的续航速度为 0.85马克 使用升线为 12,727米 未经空中加油的情况下 其空载最大航程为 18,503公里 采用货物的时候 其航程为 7,031公里 KC10交机 在美国的决策行动中 起了关键的作用 例如 其参与了海湾战争 未战争提供了大量的空运 和空中加油的任务 目前在美军 有60架服役 在河南华南空军中 有两架服役 预计将服役到 2013年 好了 本期的游戏当堂 到此结束 有很多精彩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 武器当堂获取 我们下期见